在我国出现一些机构声称可以直接购买科兴疫苗之后 生产这款疫苗的中国科兴生物公司 透过视频发出声明 强调本地制药集团发码是他们在我国唯一的经销商 发言的科兴公司首席商务员杨光声明 他们与发码的商业合作是透过马中两国政府协议促成的 中间没有参与第三方 杨光强调所有从中国出口到我国的科兴疫苗 无论是已经完成还是有待灌风的 都必须交给持牌的本地注册公司 也就是发码来接手 他也指出科兴与发码双方一直都履行合约责任 按时交付我国所订购的疫苗 较早前一名本地商人杨志光宣称 可以取得科兴疫苗捐赠给兵中政府 却被科医部长凯里揭露纯粹是骗局 而发码公司也重新从来没有与对方接触过 如果没试过